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这个话题本来我不打算分享 因为本身又不觉得很有趣 但见到越来越多传媒报道 难道真的吸引到一批读者? 既然如此,飞天爷爷也不想错过 抽抽水看看可不可以赚点击 增加收入帮补一下 最早一篇关于杨明效应 拖累开心速递收视的报道 提到一样飞天爷爷觉得很新鲜的观点 就是YouTube官方开心速递短片的点击 记者认为YouTube点击没办法验到人 开心速递有关杨明的短片点击很低 比起其他说几万点击的开心速递影片 明显是因为杨明一个女传家 飞天爷爷一直想到用一周收视推敲和比较 没有想到用YouTube 这篇报道的确有一言惊醒梦中人的效果 不过飞天爷爷有一件事是必须事前更正的 YouTube点击没办法验到人 你想要多少百万 甚至过千万点击我都可以帮你 你肯付钱就可以了 今时今日还有记者说YouTube点击没办法验到人 几乎等同今天有人跟你说 地球是四方一样那么诡异 飞天爷爷浏览TVB官方YouTube频道 眨眼看杨明几段影片 点击真的比较低 不过记者是有心还是无意呢? 有关开心速递的影片其实有两大类 分别是预告片和精华片 预告片一般都是偏低的 剧集的精华才是记者口中几万点击的影片 撇除造假成份因为TVB的影片点击不算很高 这样的点击都要造假 那些钱真的花得不值 所以我相信是真的看 和真的点击的 要用YouTube点击做比较 直接比较其实是不准确的 因为一条一个月前上架的短片 和一条今天才上架的 相差近一个月的累积人次就已经无法比较了 最基本应该设一个时限 例如以五日为限 影片无论哪一天上载也好 只是计算头五日的点击 好可惜 虽然飞天爷爷想这样做 但我实在做不到 我没有这方面的技术 所以只能作有限度的参考 大家可以看看画面 我们姑且由1999集开始 先看看预告片的点击 1999集有6200 2000集大结局是最好的 有26000 2001集是11000 2002集是12000 2003集扬名出场有13000 2004集11000 2005集8700 2006集扬名出场第2集有11000 2007集扬名的第3集都是11000 2008集到2010集分别是12000 9000 9000和12000 之后2集上载不足2天 我们就不计算了 扬名出场的第3集 2008集分别是13000 11000 和11000 相比前后的集数 除了2000集大结局的预告 有26000 一般都是11000 有些是不够10000 扬名出场的3集开心速度预告片 其实是中规中短 以后不计算是偏低的 精华片又怎样呢? 1999集是62000 2000集大结局是115000 2001集是52000 2002集是48000 2003集扬名出场有45000 2004集是50000 2005集是46000 2006集扬名出场第2集有36000 2007集扬名出场第3集是35000 2008集到2010集分别是53000 46000和31000 精华片似乎比较明显 阳明3集分别是45000 36000和35000 整体上的确较低 按此推论 阳明参演的3集开心速度 吸引力真的很一般 至于是否直接影响到上周的收市 这个非天爷爷是有保留的 假如 现在TVB公布的一周收市是平均收市的话 假设有阳明的集数收市 都是非常之差的 就可以直接拉低了整个星期的平均收市 但大家必须要留意 TVB现在公布的是最高收市 即是一个星期里面 最多人收看那一个时段 上周开心速帝跨平台最高收市 是20.9点 相信不会来自阳明那几集 否则阳明就由一个类全家 变成一个全家 因为大家都假设有阳明那一集收市 是会差的 收市差都还可以录得 开心速帝一周最高收市 没有阳明那几集 起不是更加灾难 所以开心速帝最高收市 必定不会来自阳明那几集 20.9点 其实是不关阳明事的 单单用这个数字带做文章 纯粹断章取义 TVB刚刚的一周收市 公布了9个节目 除了私家大战打和之外 上周收市下跌的节目有5个 一周收市之冠 灵气逼人21.7 比在上周的收市冠军东张西望的23.2点 跌了1.5点 假如今周的收市 我们齐齐加1.5点作对比 开心速帝20.9 加1.5 就是22.4 和在上周的22.6 只是相差0.2点 所以今周收市整体都有下跌的情况出现 开心速帝不是唯一一个 以单一最高收市定案 看来未必可以查出死因 当然 摆明拿阳明开刀 什么都可以的 有朋友反问 一武傾城都有阳明 为什么当时不开刀呢? 大概是当时一武傾城 即是人多难下手了 开心速帝人少少容易下手嘛 不过 阳明的气氛事实是不吸引的 角色设定也挺闷的 很多开心速帝的观众 的确会因应角色选择 看不看那集节目 阳明的角色 假如仍然这样推进 赶客的指数也挺高的 编剧方面真的要想想法子了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要说的? 有!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Hello 我是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听歌、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播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和金钱的车降组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离我channel 然后按大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就会通知你了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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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